全省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在广州召开 我是组织收听收看大会 意大利中义国际学校学生来善开展暑期综合实践研学活动 全建设体验中华文明 潮聚培根固本计划乡村游戏全民学习活动走进潮南乡村 名家传帮带助力潮聚传承发展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天农历6月16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全省干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 结合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对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进行动员部署推动落实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深学细物笃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 以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 全力抓好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 奋力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为推进广东现代化建设 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 省政协主席林克庆 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出席会议 黄坤明指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而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报告和重要讲话 系统总结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深刻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总体要求重大举措 根本保证等重大问题 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 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再宣誓 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做出系统谋划和部署 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 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刚领性文献 我们完全赞同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 和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报告的重要精神 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同览全局抵住中流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实践创造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和决定精神 深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意义 主题重大原则目标任务等的认识 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和内在要求 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黄坤明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各项部署 以走在前列的担当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要围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坐实 携手港澳加快推进各领域联通贯通融通 持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依托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和横琴 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 开展先行先事强化改革探索 努力创造更多新鲜经验 牵引带动全省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着眼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着眼发展新制生产力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着眼补齐最突出短板 健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更好激发广东发展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要围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打通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 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要围绕提升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统筹推进民主 法治 文化 民生 生态等各领域改革 确保改革更加宁神俱利 协同高效 要围绕构建新安全格局 扎实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 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要围绕提高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 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健全完善改革推进落实机制 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抓改革 促发展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以钉钉子精神 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黄坤明强调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统筹协调 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抓副总责 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学习贯彻 不断往深里走 往实力抓 要精心开展学习培训 宣传宣讲 理论研究阐释和专题调研 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形成更多贯彻落实的实招应招 要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同抓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 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 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毫不松懈做好防风险 保安全 互稳定工作 持而不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实干业绩 检验学习贯彻成效 黄坤明指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破坏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 发出了向改革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号令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回望我们党领导人民 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 和广东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眺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和广东现代化建设的美好未来 我们更加深刻感到 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 广东靠改革开放走到今天 还要靠改革开放赢得未来 更加深刻感到 改革开放需要群策群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旁观者 都是参与者贡献者 更加深刻感到 改革开放务求真抓实干 中国是现代化是干出来的 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 全省上下要文令而动 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主动投身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宏伟事业中来 始终保持闯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推动改革开放事业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让创新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 竞相迸发 源泉充分涌流 奋力推动广东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开至各地级以上市 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同志 有关省级领导同志 省法院 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副省级以上老同志 省委各部委 省职各单位 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 省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主要负责人 高等院校 省属企业 中职驻月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各地级以上市 及省委横秦工委 省横秦办负责同志 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21号上午 我是社分会厂组织 收听收看会议 市领导温战斌 曾峰堡 向天堡 邱义辉 赖乔卫等 在山头分会场参加会议 2019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意大利时指出 中义关系深耕厚植 树果雷雷 展望新时期 中义合作新兴向荣 前景广阔 近年来 山头在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过程中 积极拓展与意大利华文学校合作 密切与意大利的民间交流 以青年友好互访为媒 探寻东西文化共鸣 今天上午 相约中国感知汕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沉浸式体验营 暑期综合实践严学活动 在汕头华侨中学开营 来自意大利中义国际学校的数十名学生 组成严学团 将与侨中学生 结伴在汕头 广州 潮州等地 开展严学活动 严学活动中 学生们将走进博物馆 邻企参观 体验科研氛围 拓展科学事业 并且将在学校内参加 中国历史地理 潮汕桥皮文化 英歌舞 潮汕菜等 沉浸式文化课程 此外 严学团还将沿路开展 城市地标研学 感受文化氛围 在善期间 将走访参观华侨试验区 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小公园 南澳 八语等地 很激动 也很开心 就是 因为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 这很难得的机会 然后 出货新的 中国的朋友 还有 就是更加了解 这个 中国这边的校园环境 我肯定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汕头这边的传统文化 类似于建筑啊 美食之类 那么传统的 有 有 美食有 草山 牛油火锅 等之类的 2022年以来 汕头华侨中学 积极与意大利中义国际学校开展双向交流 双方共同地结姊妹学校 截至目前 汕头华侨中学 已累计为意大利中义国际学校开展线上直播课程上千节 我们的学生都是来自意大利的海外华侨 通过这次活动可以增加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认同感 并且咱们汕头华侨中学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课程 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 阴歌舞的展演 还有一些陶瓷威平的参观 可以将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传播给他们的朋友 传播的给他华裔 甚至不只是华裔 传播给意大利朋友 起到了一种文化交流公图 本志研学活动 旨在通过感知与体验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推动中外学生交流互建 拓展学生视野 为中外学生提供一个丰富多彩 互相交流的暑期实践体验平台 为深化深圳汕头 在文化领域的协作交流 7月20号 潮距培根固本计划 乡村游戏全民学系活动 走进潮南区龙田镇成田镇 发挥潮距名家传帮带作用 助力潮距传承发展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活动由深圳对口帮扶协作 汕头指挥部 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 汕头绒媒 汕头文化艺术学校 和广东潮剧院主办 在华耀社区 省级潮乐传承基地 广东潮剧院一团演员 表演潮剧选段 三叩首 执法如山 新淮市到头来 中虚言明 并结合春草闯堂 潮剧动画片 为学生讲授潮剧知识 学生们上台体验 老生行当的虚工 以及起码唱潮剧 并学唱满江红 写怀 感受金钟报国的 岳家军精神 进一步地了解了 潮剧的有关知识 进一步知道了 比如说 生诞尽丑 是一个怎样的类型 在以后的时间里 也会更好的去传承 潮剧这一项 飞仪 那么培根顾本呢 要先提高他们的兴趣 那么比如说呢 我引用了那个卡通 有图片 有视频 先引这些小学生 那个爱好 在他们这 这个年龄阶段呢 埋下这个对潮剧的种子 让这个艺术之术 能够尝心 我们的匪夷之关呢 能够永续 在成田镇党群服务中心 广东潮剧院二团演员 以戏曲潮剧发声技巧 与十二基本动作运用为提授课 并对学生进行气息 发声咬字训练 接下来 我是将充分发挥 潮剧名家 传帮带作用 组织潮剧名家 清明演员 走进潮阳区 城海区 南澳县等深圳对口帮扶阵 为当地潮剧演员 及潮剧爱好者 进行授课指导 进一步弘扬和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文艺 赋能乡村振兴 二十号晚 汕头体育中心璀璨夺目 怀念金曲群星演唱会 在这里倾情演绎 沙宝亮 举家会 台正肖等十位明星 登台现唱 带来了暗香 新鸳鸯蝶梦 千指鹤 999朵玫瑰 等一首首经典老歌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 携聚汕头 重温青春与经典 共享美好的夏日夜晚 以前都是听过的 然后今晚就特意来这里 怀旧 那个怀旧 聆听相场 那些歌星唱歌 真的心情很激动 我是台正肖的女歌迷 然后我很喜欢她的歌 好激动 然后现在三首歌听完 我觉得还没听过 我很高兴 我孩子来这个唱歌 我很高兴 叫我妈妈过来看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 自汕头体育中心启用以来 华侨实验区 这里推动体育中心运营单位 提升场馆服务保障水平 达挥资源优势 助理汕头 引进高品质的音乐活动 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 近日 接牌成立 近年来 富锦市确立了 以发展特色 石头鹅品种 带动普通商品鹅养殖量 迅速增长的产业发展思路 富锦市与城海区形成了 石头鹅产业优势 互补的格局 城海区将向富锦市提供成熟的 育种养殖技术和市场销售网络 实现两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助理乡村振兴 思路电商新动汕头 2024年719电商节近日启动 活动由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市商务局指导 联通汕头分公司主办 我是与深圳宁波 近江跨境电商达成合作意向 以绝对共建形式 推动四地行业生态共建 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与城海区电子商务产业协会 达成采购合作意向 龙虎区外沙街道与朝阳区和平镇 两个电商小镇开展结队共建 各地市行业协会电商平台企业 和本地优秀企业电商主播 现场展示各自电商发展创新成果 活动还为汕头春播短视频大赛获奖者颁奖 这是我们德物已经连续第二届 来参加我们汕头的电商节了 希望是说未来我们跟汕头这边 会把我们当地的这些好的化妆品企业 给打出去 我们会联动比较相似的一些产业带 进行线下的一些互动 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么共同的话 把整一个中国自己的一个品牌 更好地推向全球 今年我们立足国际出租口局 进一步深化全国首个国际互联网 接入四点的运营工作 同时结合我市跨境电商系列优惠政策 为跨境电商企业出海打造了一站式服务 进一步推动汕头跨境电商发展实现出海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